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那么我呢 就是一心为你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孙霞 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主持当中说过 军风十里柔情 爱的选择 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 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听过最好的答案是 陪伴且共患难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 文文 同样欢迎面试里边的四位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 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 我叫刘佩杰 我喜欢养生 喜欢文艺 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女人 非常向往幸福的生活 欢迎二号女嘉宾 你好 主持人 谁说老年人不能追求爱情 我认为老年人的爱情更能天长地久 我是来自沈阳的庞旭 三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我是贤其良母型的女人 我是来自沈阳的赵立新 欢迎四号女嘉宾 主持人 你好 我来自沈阳 我叫冯敬云 我是一个善良活物的人 我想找一个我爱的人 今天我需要找到 有人认为老年人的生活 今天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退休之后唱唱跳跳 把在年轻时对艺术的追求 全都找回来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可以说是非常的儒雅 而且不缺艺术气息 接下来咱先看看她的照片 我发现这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你看到这个照片马上就觉得 这不就是个艺术人吗 年轻点都挂着照片马上 现在是从两个年轻前才算 她就70了 艺术气息特别浓的一位男士 那现在她是否对艺术 依然这么执着呢 掌声请到上场 我想有个温馨的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庆妍 我帮老红艺术 艺术气息很浓 人不仅这个发型好 人家还带着波浪的 对啊 这次来选啊 烫的 还烫头 抽烟喝酒吗 不喝 一般都一套抽烟喝酒烫头 都是一套的 不是一套 不是一套 你这个小半套 小半套 我看男嘉宾挺有气质的 我喜欢跳国际标准舞 曾经获得海外华人 国际标准舞大赛的第五名 我的天哪 我觉得可能在国内 跳这种舞的少 国外跳得更多吧 竞争更加激烈 对 这个舞是从国外传来的 对啊 要解合的话 你教我吧 但是我知道您可是一个老师 是 孙老师 教哪科的 综合于实践 就各科综合在一块 包括什么机械维修了 包括什么厨艺了 等等 这是中转的 技校老师 我现在跟你们说一下 我们叔叔每天的 这个日常生活规律 就知道 这么大年龄的一位叔叔 还这么自律 上午打乒乓球 下午健身游泳 对吧 然后没事还自驾游 人家现在有小车 然后没事还自驾游 人家现在有小车 还会开车 生活这么丰富的男士 每一天都是怎么过的呢 再看看短片 3452号男嘉宾刘庆妍 76岁 沈阳人 李懿 孩子已独立 有住房 有双保 大家好 我是沈阳的刘庆妍 我的一生 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年轻时学是为了理想 为了安定 中年时 学是为了补充空洞的心灵 老年时 学则是一种意境 慢慢品味 自乐其中 在能存是个知识青年 后来抽到师范 从师范毕业之后 就进到了教育的门槛 我可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生活中 我能闻能舞 特别擅长乒乓球游泳国标舞 国标舞 我学了能有二十多年 在学习班里面学习 然后参加过的大赛 我觉得跳舞是一项艺术 能够讨厌人的情侨 回归我的前半生 那时教师的社会地位 还没有现在这么高 可谓是尝尽人生的酸甜苦辣 现在的我 仍是个乐观向上的人 注重养生运动 劳逸结合 闹中取静的生活 在沈阳这个大都市中 爱的选择 我来了 沈阳